公元237年7月 曹魏境内的公孙渊野心膨胀 在辽东自立为王并取国号为燕 魏明帝曹睿得知消息后暴怒不已 命令司马懿火速出兵剿灭公孙渊 司马懿的确是个牛人 带着四万士兵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这场叛乱 魏明帝担心天气转寒 士兵受冻便派人给士兵送去了一批棉衣 不料司马懿收到棉衣后却死活不肯给士兵们发 日游士兵们活活冻死 当时司马懿被士兵们骂惨了 不过11年后人们才直呼司马懿高明 司马懿为何违抗皇命不给士兵发棉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司马懿的故事 东汉末年虽然形成了曹魏孙渊和蜀汉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是辽东地区一直被公孙氏占领 公孙氏虽然表面臣服于曹魏 但是私底下却和孙渊来往密切 公孙氏的首领公孙渊自立燕国后 常常骚扰魏国边境 游州刺使吴秋简率兵讨伐 双方激战之后 吴秋简没有讨到任何便宜 只能退兵 为了剿灭公孙渊 魏明帝曹睿特地将一直应对蜀国的司马懿召回 让他率兵前往辽东讨伐 出发前 魏明帝问司马懿能用多久拿下公孙渊 司马懿想了想打倒 算上大军一来一去的时间 一年之内他就可以回来了 领了魏明帝的召令后 司马懿立即从京师带领四万精兵 历时四个月的时间到达辽东 到达辽东之后 司马懿使出一招调虎离山 将公孙渊的主力牵制在辽河 自己却带领精兵 直奔公孙渊的老巢 香平 公孙渊知道中计后 又急忙带兵迟远 谁知 这也在司马懿的预料之中 他预先在城外埋伏好人马 以意代劳 打了公孙渊一个措手不及 损兵折将的公孙渊 被司马懿围困在香平城中 眼看城中淡尽粮绝 辽东却突然架起了大雨 辽河水长 形势对司马懿开始不利 司马懿手下的将官纷纷出言 建议牵营 司马懿却认为 此时的公孙渊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如果在这个时候撤出 将会前功尽弃 果然 在坚持到雨停后 司马懿立即对香平城发起了攻击 很快就拿下了香平城 破城后 公孙渊父子被司马懿勤获斩首 困扰了曹魏数十年的辽东局势 得到了解决 战事结束的时候是8月 但辽东天气寒冷 很多士兵缺少预寒的衣物 冻得瑟瑟发抖 手下人建议司马懿 将魏明帝送来的一批短袄 发给士兵预寒 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但是司马懿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说 如者观物 人臣无私师也 这些短袄都是皇上遇刺的 并没有说明是给士兵预寒的 我身为人臣 怎么能私自分发这些短袄 为自己收买人心呢 因为司马懿的拒绝 军中有许多士兵被冻死 司马懿不但毫不动容 反而上奏朝廷 将军中年老士兵 尽数遣返还乡 拒绝分发短袄 已经让司马懿在军中大失人心 遣返老弱士兵 更是让这些 刚刚跟他出生入死的军事 怨声载道 然而 这正是司马懿想要看到的结果 一直谨小慎微的司马懿 不惜以这样自污的手段 降低在军中的影响力 从而也让皇帝和卫士掌权者 放下对他的戒心 锦小慎微 从小历做到辅政大臣 司马懿是河内郡温县人 金属河南交作 家族是当地的世家大族 祖父是颖川太守 父亲司马房也做过经兆尹 生于乱世中的司马懿 从小就质谋过人 当时以知人善任著称的 和剑太守杨俊 就曾断定 司马懿不是寻常之辈 因为才能突出 司马懿于建安六年 公元二零一年 被当地官员推举为妓院 古代左里周郡上级事务的官吏 当时任司空的曹操 也想征召他 作为自己的署官 但是司马懿却看不上曹操 借口自己患有封闭症 拒绝了曹操的招揽 七年之后 曹操再次征召他 为了逼他就范 曹操让使者告诉司马懿 如果再不应召 就把他强行绑过来 并杀掉他的家人 司马懿迫不得已才来到曹魏集团 被曹操任命为文学院 主要职责就是 陪伴曹操的儿子们读书 因为这个职务 司马懿结识了曹丕 并在曹丕 争夺曹操继承人的事情上 出谋划策 由此获得了曹丕的信任 成为了曹丕身边的四友之一 后来 司马懿又被调到曹操身边 做主部一类的参谋文官 但是当时曹操身边 还有郭家 巡域等谋士 司马懿在曹操身边 不仅没有得到重视 反而引起曹操的猜忌 据说曹操最信任的谋士 郭家去世之前 曾向曹操建议 司马懿这个人用计深远 这一点连自己都比不上 如果不能为曹操所用 就一定要杀掉 消除后患 司马懿觉察到曹操的杀意之后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更加忠于职守 对曹操又特别恭敬 让曹操慢慢放下了戒心 曹操去世后 曹丕继位魏王 作为帮助曹丕继任的功臣 司马懿被封为合金庭侯 后来又被任命为丞相长使 后来 汉县帝上位 曹丕登基为帝 又封司马懿为安国乡侯 并先后任命他为 尚书 督军和御史忠诚 对他为以重任 曹丕去世的时候 司马懿已经成为 三位辅政大臣之一 成了当时除曹氏之外 官职最高的人 而司马懿之所以能从 当年一个小小的妓院 成为曹魏集团排名第三的掌权人 都是因为他谨小慎微 在没有和曹氏集团抗衡的实力 司马懿借口 人臣无私师 一面标榜自己对曹氏的尊重 一面利用这种手段 让曹氏掌权人放松警惕 陶光隐晦 一招得拳 正因为司马懿在辽东之战 自污的手段 魏明帝曹锐 也彻底对司马懿放下心来 仍然对他唯以重任 辽东之战结束时 魏明帝已经病入膏肓 他急切地希望司马懿赶回京城 主持大局 所以在三天之内 给司马懿连下了五封诏书 司马懿收到诏书后 也预感到魏明帝不久人世 赶紧快马加鞭 日夜兼程回到京城去见魏明帝 弥留之际的魏明帝 拉着司马懿的手 将自己的儿子曹芳交给司马懿 又认定了司马懿和曹爽 作为辅政大臣 曹芳当时只有八岁 因此和司马懿共掌朝政大权的曹爽 就成了司马懿唯一的对手 为了排挤司马懿 曹爽也没闲着 他先是名声暗将 让皇帝任命司马懿为太尉 又将自己的心腹安排在关键职位上 排挤司马懿的心腹 在曹爽的紧逼之下 司马懿显示出高风亮节 拒绝让自己的子弟进入朝中做官 自己也伪装成一副病得快死的模样 以此向曹爽示弱 曹爽这边自然不肯轻信 就派了即将上任的荆州刺史李盛前去探望 李盛到了之后 发现司马懿老太隆忠 和人说话时也是答非所问 侍女喂饭时 司马懿的嘴巴都合不拢 西州顺着嘴角往下流 李盛把这个情况回报给曹爽 曹爽也彻底放下戒心 放松了对司马懿的监视 于是在曹爽的眼皮底下 已经七十多岁的司马懿 让自己的儿子豢养了三千战士 只待时机成熟 便对曹爽发起攻击 直到辽东之战十一年之后 也就是正是十年 公元二四纪有年 逮到机会的司马懿终于出手了 那一年正月初三 司马懿趁曹爽兄弟 陪着曹芳去祭拜陵墓的机会 假借太后的命令 关闭了京城洛阳的城门 并掌握了禁军 将曹爽兄弟围堵在落水桥外 之后 司马懿又假意诓骗曹爽 称只要曹爽交出军权 自己一定会保证 让曹爽做个富家翁 天真的曹爽 清晰了司马懿的谎言 交出军权之后 被司马懿灭了三族 从此之后 曹魏的大权 彻底落到了司马氏的手中 尽管大权在握 司马懿却并未称帝 三年之后 他因病去世 被追封为相国和郡公 嗜好文宣 五年之后 司马懿的孙子司马延 同样用善位的手段 从曹氏手中夺过政权 成立了晋国 新成立的晋国 陆续灭掉了 蜀汉和孙吴 完成了三国的统一 而这三分归进的局面 也是司马懿之前打下的基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